嗨!Business Boo 恭喜啊! 禮拜五啦 先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燈光變了 我是要改白光 因為那天我在看 之前的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太黃了 不好意思 家裡比較喜歡弄油氣氛一點 我特別為大家換白燈 但是我只有一個白的燈泡 另外一個 等我去買了再說 好不好 那我們之前練了 ABCD 今天要特別去跟大家強調 你一定要特別去練的是 有兩個很關鍵的單字 這兩個是什麼 大家猜猜看 一個是L 一個就是R 這兩個 這兩個你只要 可以把它發音練到 如果我純清的程度的話 你的英文基本上都會聽起來很好 那我今天舉一個單字 作為例子 我們先再練一次好不好 L L 我們不要L L 然後R R OK 好 這個單字叫做 Wall Mart Wall Mart 我們練一下 只講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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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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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起來 Wall Mart Wall Mart 好 所以 造句 I'm going to Wall-Mart today to get some groceries I'm gonna go to Wall-Mart today to get some groceries 我今天要去 Wall-Mart 去買一些生活用品 好 這邊還有一個關鍵 要讓大家知道就是 如果 Wall-Mart 你有的時候平常日常生活中 要聽起來非常colly的時候 你有的時候不用發的這麼的 R 譬如說 我在跟人家講說我會有點變成是 Wall-Mart I'm going to go into I'm going to Wall-Mart right now Where are you going? Wall-Mart 我沒有叫 Wall-Mart I'm going to Wall-Mart 應該是只有電視廣告商他們可能 介紹完了Wall-Mart之後呢 然後最後來一個slogan Wall-Mart 懂我意思齁 口語的時候有時候 L的發音不用到那麼重 就很輕鬆的練 Wall-Mart Wall-Mart 你可以 Wall-Mart Wall-Mart 好吧 這樣就很口語了 OK 第一堂課今天 先deliver到這邊 大家還要看棒球對不對 所以我晚一點再錄 OK 掰